第三百九十章 接连出现 整个战场 碰撞声犹如雷霆一样 傻奔 孙不灭 周烈三人对上了郑长老 此刻的他们已经服用了顺报单 平常状态下 他们三人自然不是郑长老的对手 就算此刻都只能勉强维持着不败 四大天龙将联合起来对付黄无天 也是在辛辛苦苦地支撑着 黄无天手中的蛇骨毒性极强 只要稍不注意就会被他咬上一口 其他天龙卫在古族高手和行义门高手的围攻之下 劣势已经出现了 战败是迟早的事情 甚至 一些天龙卫在古族高手的围攻之下 已经中了蛊虫的攻击在艰苦地支撑着 今天这种强大的阵容 对夜寒来讲 对天龙卫来讲 他们都是第一次碰到 注意到这里 夜寒显得有些心急 再这样下去 他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天龙卫 只怕就要遭受到损失了 那样的损失对夜寒来说代价太大 滚 一声怒吓 夜寒一刀逼退一名古族高手的攻击 不过就在夜寒准备对这名古族高手下死守的时候 那黄尼长的攻击也到了 他的蛊虫不惧怕夜寒的灵气偏偏又是最厉害的 而且黄尼长根本不和夜寒玩进身战 这让夜寒十分头疼 打得十分憋屈 黄尼长冷笑一声 说道 喂 今天你是无路可走了 我看你还是投降算了 做你的春秋大梦 夜寒怒吓一声 霸道的刀法破开虚空 一边抵挡着黄尼长的蛊虫攻击 一边抵挡着另外一名古族高手的攻击 要他投降 除非是像在燕京城那一次一样 被逼到了绝路 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 哼 男子气概挺足啊 你就忍心这么多小伙伴为你陪葬 黄尼长轻横一声 脚步闪烁 犹如风中活泼的精灵 尽管在战斗中 他的模样也显得俏皮可爱 虽然夜寒的心中 此刻也是焦急不已 不过他的脸色依旧沉稳如山 没有任何变化 不过 就在夜寒他们 这一方陷入到困境的时候 一个身穿夜行衣的人 从天而降 那可怕的气息强悍如雷霆 他出现之后 对着那行一门的郑长老 狠狠地冲撞了过去 哼 郑长老腾出手来 喝着穿着夜行衣的人碰撞了一下 随后只听砰的一声传来 两人的身体都同时晃动了下 霸击 郑长老的眼神十分冷漠地 看着夜行衣人 你们去对付其他人 他交给我 夜行衣人对着傻奔 他们三人说了一声 慢慢地走到了那郑长老的对面 那双眼睛 给人一种凶猛如野兽般的感觉 见到这出现的夜行衣人 夜寒虽然有些意外 不过看情况 这人是来帮他的 这使得夜寒狠狠地松了一口气 有这样一个高手加入进来 对他们来说 犹如雪中送炭一般 呵呵 原来此地这般热闹啊 不如我也来凑凑热闹如何 忽然就在夜寒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院墙之上一道道身影忽然出现了 这群人同样身穿夜行衣 不过他们和刚才出现的那人不一样 这些人乃是慕容家的死神小队 夜寒在江浙和这些人交过手 而且 带队之人同样是一个实力十分厉害的人物 只怕和邢义门的郑长老不相上下 慕容天都 夜寒眼神如冰 死神小队在这个时候出现 证明慕容天都一直在注意着他的动向 现在这关键的时候出现 刚好可以给他致命一击 古族高手 行一门高手 慕容家死神小队 这三方联合 夜寒他们这一方 就算突然加入进来的一个神秘夜行衣高手 也难以挡住他们 死神小队杀了他 在那高手的命令之下 七个死神小队高手 顿时朝着夜寒的位置扑了过去 他们今天的主要目的是杀了夜寒 其余的人 他们不会过问 见此 夜寒的心神一颤 那杀来的死神小队首领 是和郑长老一个级别的高手 再加上其他死神小队成员 他岂能抵挡得住 见到这一幕后 傻奔他们顿时就要狂冲过来 不过他们却被行一门的长老死死地缠着 根本脱不开身 在这危急关头 夜寒只能正面迎接了那个死神小队首领一掌 两人手掌碰撞 一刹那儿 夜寒的身体止不住地倒退了出去 口中喷洒出刺眼的血花 和这人对捧一招 夜寒就受伤了 可见那人的厉害 见此机会 古族的高手自然不想放过 黄霓裳以及另外一个古族高手 同时扑向夜寒 眼下夜寒已经受伤 就算近身战斗 他们也不会怕了夜寒 不过 黄霓裳和那名古族高手 小看了夜寒的能力 就算受伤了 夜寒的战斗力依旧还很强悍 夜寒稳住身体之后 一刀逼退那名古族高手 同时身形欺劲 瞬息间出现在了杀来的黄霓裳面前 那张带血的脸 让得黄霓裳心头一颤 想要后退 不过他的手 却被夜寒死死地抓着 都快把他的手腕给捏断了 不用蛊虫 论战斗力 黄霓裳自然不是夜寒的对手 然而 就在夜寒准备落手催花的时候 黄霓裳的身体当中 一道让人分辨不出具体颜色的蛊虫 忽然射入了夜寒的身体里面 感受到这一幕 黄霓裳的脸色比夜寒还要吃惊 甚至是脸色大变 趁着夜寒愣神的关头 他急忙挣脱夜寒的大手 暴退了出去 随后 他一脸难看地看着夜寒 而这时 死神小队的攻击再次来临了 从天而降 威力惊天 不要杀他 黄霓裳见此 忽然惊叫了一声 脸色苍白如雪 不过死神小队可不会听从黄霓裳的命令 那可怕的攻击依旧笼罩着夜寒 但是 就在夜寒即将承受死神小队 这可怕攻击的时候 院子里面又出现了一对高手 他们出现之后 疯狂地扑向死神小队 阻止他们击杀夜寒 砰砰砰砰 一连窜的碰撞声 在夜寒的耳边如雷霆般乍响起来 死神小队和这对高手的碰撞 结局 以死神小队付出死四人 败退四人而结束 幸好 来得不晚 看着此时的夜寒 陈天行和另外一名老人松了一口气 他们 自然是西南陈太公的儿子 陈天行以及陈天空兄弟两人 陈天行以及陈天空两兄弟的出现 使得战局大变 陈天行和陈天空两人的实力 和郑长老相当 一下子出现了两个相当于郑长老的高手 对夜寒他们这一方来说 相当于天降福音 死神小队死了四个人 那退走的四个人脸色大变 他们已经是最后出手的人了 为什么暗地里还有帮助夜寒的高手存在 而且还是这么强大